最近,国土资源部给个地方城市的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发了份文件 里面有两个重磅消息,直接关系到房价的走势 消息一,地价不限了 你有没有去过纽约的苏富比或者加士德拍卖会? 那里的拍卖物都是天价 比如莫奈的干草堆卖了1.107亿美元 一瓶1974年的飞天茅台卖了38万一瓶 24瓶就是100万英镑 为什么这些东西这么贵呢? 是因为它们真的那么好吗? 是因为它们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不是 拍卖的真正目的是让卖家赚得盆满不满 同时让买家觉得自己买到了稀缺的宝贝 当一瓶1974年的飞天茅台卖出38万的价格后 其他年份的茅台也就跟着涨价了 其实,我们国内的土地拍卖和国外的艺术品拍卖是一个道理 都是通过竞价来决定价格 只不过,我们国内的土地拍卖还有一个限制 就是地价限制 地价限制的意思就是 政府规定土地不能卖得太贵 否则就会影响房价 所以,在过去很多年里 我们习惯了一种价格体系 就是面粉和面包都有一个大概的价格范围 但是现在,国土资源部说了,地价不限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地方城市可以把自己最好的土地拿出来拍卖 不用管价格多高,只要有人出得起钱就行 这样一来,面粉就变得很贵了 那么问题来了,面包会不会也变贵呢? 消息二,容积率不限了 远郊别墅来了,房价要启动了 你可能不明白,远郊别墅和房价有什么关系 别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要想弄清楚远郊别墅为什么能让房价飙升 得先回到20年前 那时候国土资源部还叫国土部 他出了个规定 说是新卖的地不能建低于1.0的容积率 什么叫容积率? 就是建筑面积除以占地面积 越大就说明,房子越高越密集 这个规定的后果是什么? 就是从2004年到2023年的20年里 全国各地都不能盖低密度的别墅了 所以你看到的都是高楼林立 郊区,远郊的房子 也都是6、7层起步 40层,50层的大厦随处可见 开发商为了赚钱 就把商铺做成商术 外表是别墅 但实际上是商业用地 过去20年,除了一些特殊情况 大多数城市都没有新盖的别墅了 现在远郊取消了1.0容积率的限制 那些偏僻的地方 只要有点风景 就可以盖别墅 卖高价了 那么,别墅能给房价带来多大的提升呢? 你可能觉得远郊这种鸡不生蛋 狗不拉屎的地方 谁会去买呢? 高层都卖不出去呢? 那你就错了 你还记得深圳盐田万科17英里吗? 那个项目在开卖的时候 深圳的房价才几千块一平方米 可万科17英里 在一个偏僻的半山腰上 开出了2.5万元每平方米的天价 结果呢 全国各地的富豪都飞过来抢着买 花仲金买下一套能看到海的半山别墅 所以,别小看别墅对房价的影响力 现在远郊可以盖纯别墅了 开发商肯定会借机打造一个远郊豪宅的概念 吸引那些厌倦了城市喧嚣 渴望自然生活的人 像我这样 每天在钢筋水泥里打拼的人 对低密度产品那种能看到天空 能走进院子的生活方式是很向往的 所以,如果远郊有了远郊豪宅 再送点地下空间 送个带鞦韆的院子 那别墅的价格肯定要涨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点 这样一来 城市的房子就少了一些 供需关系就更平衡了 你看看 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政策变动 房价就上去了 供需关系也调整了 未来房子会不会涨 这还真是个让人心痒痒的问题 不过 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 时间会给你答案 但我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的是 这轮楼市调整过后 随着房价上涨 会不会让社会贫富差距更加拉大呢 人生啊 就像一场马拉松赛跑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我们拼搏奋斗 其实也就是为了那两个阶段 15加15年 第一个15年呢 从30岁到45岁 我们拼命打拼 看着自己的工资水涨船高 而第二个15年呢 从45岁到60岁 虽然工资开始走下坡路 但我们还得为养老 医疗等生活琐事发愁 所以说啊 在这15加15的30年里 我们真正的黄金时代 其实也就那20年 但有意思的是 中国房地产总是呈现出一些独特的周期性规律 每隔3年 7年 15年 市场就会经历一次波动 如果我们能巧妙地掌握 并灵活运用这些周期 无论是选择合适的时机 买入再卖出 以赚取差价 还是长期持有房产 以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 都能帮助我们实现财富的增值 每个人一生的财富积累 既受到个人努力的影响 也受制于命运的安排和时运的走向